皇朝起义后,各阵势力朝廷已经无法控制,朱温趁机占领了数州,身兼三阵节度使,北方的李克用在上元翼和朱温结下死仇,所以一直和朱温反复的争夺,但朱温拉拢了魏伯军,一起围攻李克用,李克用不敌,丢了明州、行州和池州,朱温势力猛掌,于是就有了控制朝廷的心事。 恰巧朝廷这边出现内乱,给朱温一个绝好的机会。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舞台演绎,我是杨丽辉。 凤翔节度使李茂珍镇守凤翔,离长安距离很近,这个李茂珍也是在攻打皇朝的时候立下战功,后来又护送唐喜忠回到长安,官封凤翔节度使。 唐朝中继位后,深感手中无兵的难处,于是开始扩建禁卫军。 李茂珍觉得唐朝中是为了防范他才这样做的,于是带兵杀入长安。 唐朝中逃往华州,李茂珍在长安城中乱敞了一通,还焚毁了很多宫殿。 长安真是多灾多难,之前被皇朝烧过一次,这次又被李茂珍烧了不少。 后来经过调停,朝廷封李茂珍为其王,李茂珍撤出长安。 公元901年,宦官韩泉会和宰相崔颖内斗。 韩泉会和李茂珍勾结,把皇帝结扯到了凤翔,而崔颖则召外政朱温带兵前来攻打凤翔,索要天子。 于是朱温带兵来到凤翔城下,耀武扬威,开始围城。 李茂珍逼迫唐朝中下令,让朱温撤兵,朱温本不想和李茂珍反目。 带兵就走了,但在崔颖立劝下,朱温又带兵五万,前来围攻凤翔。 李茂珍连战失利,就杀死了韩泉会,放出了唐朝中和朱温议和,至此唐朝中就落入了朱温手中。 朱温带着唐朝中回到了长安,大杀宦官,唐朝中夹封朱温为梁王。 此时,唐朝大权已经落入朱温手中,朱温将宫廷内外金伟军一律换掉,拍自己的纸子心腹掌握金伟军。 把这一切做好之后,准备逼迫唐朝中三位。 但偏偏在此时刻,汴州传来消息,说自己的老婆张慧病重。 朱温和张慧夫妻情深,她放下三位姿势,离开长安,回到汴凉。 回到家中,看到爱妻僵握在病榻之上,身形骨瘦如柴,奄奄已息。 朱温此时也是英雄气短,痛哭起来。 张夫人听到有人哭泣,也行转过来,看到朱温站在榻前。 于是,强震心里问道, 是大王回来了吗? 朱温答道, 是。 张夫人道, 切身病住恐怕要与大王尝别了。 朱温欺难道, 咱们自从在同舟结为夫妻,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不仅家中之事,指望你操劳,就是对外行军打仗,也要依靠你的参议。 现在大功将成,马上就要升登大宝,本想和你同享尊荣。 现在,你竟然病得如此严重,这如何是好? 张夫人也流泪地说道, 人总会死的,有什么遗憾?况且我现在身居王妃,已经超出预期,还想什么更大的富贵? 为大王考虑不要去做什么天子,是想从古至今有几个太平天子,可见皇帝也是不好做的。 朱温答道, 时事所逼,不得不做呀。 张夫人叹道, 大王已有决定,我也劝不了,但你记得,上台容易,下台难,大王要三思而行,日后大王登基为帝,我还有一句话,作为遗言,你看行吗? 朱温答道, 夫人尽管说来,无所不从。 张夫人等了半天才说道, 大王已英武过人,其他事情我都不用担心,但就一点要戒杀远色,如果大王能做到这一点,我死也瞑目了。 说到此处,气血不顺,格寿不移,不能再说话了。 又熬了一天,张夫人与世长辞,一代贤妃,旧之陨落,朱温失声痛哭,张夫人的后事不再细甲,朱温篡堂之心,日以彰显,各种反对的声音也是不断。 首先起兵反对的是,平卢军节度使王思泛,王思泛颇为好学,以忠义之居,其王李茂真写信给王思泛, 说朱温逼迫天子包藏祸信,王思泛大怒,当即发兵攻打朱温,他分兵两路前来攻打,一路让刘荀带兵攻下掩州,一路自己亲自带兵攻打齐州,朱温也派遣两路大军前来迎战,一路是葛崇州,带兵围攻掩州,另一路是让自己的知识朱有宁带兵救援齐州,朱有宁到了齐州,击退王思泛,然后乘胜追击,直逼青州城下, 王思泛向淮南建兵,大破朱有宁,朱有宁暂时正中,朱温接到军报,自己亲率大军二十万,日夜建成,到达青州城下,和王思泛大战了一天,最终王思泛不敌,败走城中,朱温看圣君已定,就留下大将杨思后,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带兵回到了汴州,杨思后也是勇猛无比,连续击败王思泛, 坐住了王思泛的弟弟王思克,王思泛担心弟弟被杀,就直接举程投降了,刘荀得知王思泛投降了,再坚持也没有胜算,就带着衍州,投降了葛松州,朱温奔打算,让王思泛到河阳任结读史,但朱有宁的老婆过来,哭泣着请求为朱有宁报仇 于是朱温就把王思泛处死,连着全家二百余口,一并诛杀 而刘荀则被留了下来,任福州留后,李茂真怂恿王思泛起兵,自己也派兵逼近长安 朱温又带兵来到河中,觉得长安不方便控制,就请唐昭中迁都洛阳 这时候,宰相崔尹才知道朱温怀有不成之心,于是招募军士暗中防备,并且和金兆尹正原规一起 磨兵立马,日夜不息 朱温听到崔尹正原规在暗中防备自己,就准备问责他们 正巧自己的职日,清军统领朱有伦在骑马的时候摔死了 他以此为由,说朱有伦之死,就是崔尹正原规暗中加害的 上表奏请唐昭中诛杀词而人 唐昭中大惊,连忙将崔尹正原规免职 朱温尚且哼哼不平,竟然派自己的另外一个职日朱有亮,带兵进入长安 杀死了崔尹和正原规,逼迫唐昭中迁都洛阳 公元904年,唐昭中跟着朱有亮,带着和皇后离开长安,前往洛阳 走到陕州,朱温也从河中来到,纪念了唐昭中 唐昭中此时虽然痛恨朱温,但还是夸奖朱温护驾有功 赏赏了朱温一些衣服和酒具 和皇后哭吵说 以后我们夫妇就全依靠你了 朱温出来后,又把唐昭中身边的天生运勇人和玩伴200余人一起斩杀 另外重新选了200余人,侍奉唐昭中 至此唐昭中和囚犯已经无二了 朱温先到洛阳,修整宫殿 然后迎接唐昭中进入洛阳 之后自己返回汴梁 至此唐昭的最后一次迁都完成 长安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首都 其他个人,听说朱温逼迫唐昭中迁都 纷纷起兵反对朱温 那朱温会因此延缓自己篡位的进程吗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儿了,原创真心不容易 请大家点赞三连支持 你动动手指,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谢谢大家,我是杨丽辉 嗯 词词